再来关心国内篮球消息 U18亚青女兰参加在花莲进行的精英杯篮球赛以赛代训 而接下来还要前往日本一地训练 不过包括黄荣珍在内的四位女将将无法随队前往 因为她们眼前还有更重要的任务 那就是南京青年奥运 身穿蓝色球衣的U18中华女兰球员在场上奔驰 挑战的是更高层级的大转球队 教练许超捷百这一次花莲精英杯设定为默契和体能的磨练 来这里我们要给他们每个人都比较平均的上场时间 跟比赛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们在一来的时候 我们就先调整他们的体能 因为每个队训练的状况都不一样 然后每个球员的状态也不一样 从第一场到现在觉得大家默契变得比较好 然后在进攻上和事物上都比第一场好很多 然后今天明显大家的失误都有降低 然后我希望就是大家的默契防守还有体能就还要再更加强 结束精英杯赛程后U18女兰将在13号前往日本一地训练 国阵中四位球员同时身为南京青年奥运的三对三国手 赛程与一地训练重叠将无法随队前往日本 去日本一地训练他们10天里面有9天要比赛 然后每天都是上午下午一场跟日本的大学队 跟櫻花高校这些强队来比赛 我相信这18场的比赛 9、28、18场的比赛对他们来说一定会获益良多 U18阵中的主控黄柔真就准备前往南京比赛 他把练习和赛程的重叠当作是磨练自己的挑战 虽然会有点累 可是我觉得就是多一种学习的经验 所以我们大家都互相互相鼓励 互相去调整 然后多做伸展然后多休息这样 然后才有体力去参加清澳 然后他们接下来也要去日本一地训练 所以其实大家都很忙 可是就是可以借由这个去多磨练经验 为我们18做准备 不论是即将登场的南京清澳 或者是10月份将在约旦开打的亚青赛事 这批年轻小将在密集充实的训练安排下 挥洒的汗水将转换成在国际赛场上抗衡的实力 有间TV甘邦结账一期花联报道